新消息提供给您桃园县议员罗文青 涉嫌用粗话六字经来入骂园警 而桃园地检署现在将他依妨害公务罪嫌提起公诉了 警方也以誓说新语的蜂木财生残警以逞 也就是目露凶光大声咆哮入冒园警以逞官威 来形容他的粗暴举动 并且要求要重重量刑 希望可以杜绝地方明代 藐视警方执行勤务时的尊严跟威力